Hello 大家午安 今天呢 有上耳環喔 台灣的部分有上耳環喔 大家有沒有去看啦 耳環超級超級好看的 而且今天的耳環款式非常的多 所以呢 今天呢 妞兒呢 前面會花一些時間介紹耳環 那海外的地區可能要稍等一下囉 妞兒會盡快把耳環介紹完 然後再來介紹我們今天的新品 今天的新品呢 要送妞兒身上這一件 這一件呢 其實我覺得透過直播看起來還不夠美 因為它本身是就是有光澤感的 所以其實是非常非常唯美之漂亮的 好 所以呢 今天呢 滿滿的耳環喔 我跟你說 最可愛的 我已經自己先私藏起來了 想說 那帶小朋友出去玩的時候啊 就是去那種海邊要帶的 就是這個很可愛的鳳梨 好 超可愛的喔 它一邊長這樣 然後另外一邊是鳳梨切片 實在太可愛了 好 所以呢 今天呢 妞兒要花一些時間來講耳環 而且今天的耳環款式非常的多 重點是裡面有一個不夢王超漂亮 然後呢 我身上的這個小花也很好看 那海外地區因為還沒有視頻 所以呢 我們稍微等待個幾十分鐘 妞兒先把那個視頻介紹完 然後我們就要一起來介紹這個洋裝 這個洋裝我自己可是兩色帶 因為它 我剛剛講的 它其實非常的漂亮 但是我覺得透過直播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到到那個光澤感 它是有點卡其香檳的感覺 穿起來非常的涼 然後呢 非常的修身跟氣質喔 好 所以呢 今天呢 會先來把這個耳環介紹起來 那因為耳環每一次大家都說 哇 好難買 好難搶喔 好 支援的耳環很像在搶演唱會門票一樣 那我今天覺得說呢 大家一定會非常喜歡 而且今天妞兒還幫大家挑了一個 我自己有買很喜歡的項鍊 好 來 真的很亮 好 我完全沒辦法走到前面 好 等一下喔 好 所以呢 等一下我會介紹 好 那大家現在其實可以上網看一下我們的視頻專區 應該已經有很多是你已經看中加入購物車的 好吧 那妞兒呢 也會簡單的趕快來做介紹一下 欸 我來換一下另外一個顏色的襯衫好了 因為我一直要靠近鏡頭 因為它是黑色的 就是會非常的反光 好 非常非常的亮 好 那我覺得我今天這一身呢 剛剛是搭這個 他們都說是珍珠海茶的一個襯衫 很可愛喔 好 它其實是一個點點的襯衫 那妞兒呢 想說來換這個顏色會不會比較不會那麼的曝光啦 好不好 好 那我先把耳環介紹完 好 那今天呢 我覺得要送給大家的就是我身上的這個洋裝 超級超級好看 而且呢 這一件呢 可以穿去婚禮 就是好朋友結婚 我覺得這個很適合 好 那妞兒稍微稍微打扮一下 等我一下 稍微打扮一下 好 這樣子呢 來介紹耳環 好 那袖子的部分啊 因為我要介紹耳環 想說比較俐落一點 所以呢 妞兒就稍微稍微捲一下 好 這個襯衫有喜歡的話 我們之前呢 是不開放預購 好 終於再三請脫我們的工廠 拜託拜託 我好喜歡 所以呢 又開啟預購了 然後 其實前幾天就開預購了 所以呢 賣得非常好 現在都一直在追加補貨中喔 好 來 這個呢 跟大家講 我要開始先介紹耳環 今天的耳環琳瑯滿目非常的喜歡 首先呢 每一次穿在我身上的第一套 都是我最喜歡的 所以呢 這個耳環啊 它是有點小花性質的 那我給大家看一下它的花有多精緻 它上面是做這種反光的 再來呢 它這邊是編織的 好 看不清楚的話 因為直播真的有些東西很可惜 看不清楚 看不清楚的 大家可以看到它是編織的小花 這個你買到絕對賺到 而且買到絕對好搭喔 然後它的耳針我覺得也夠長 像妞兒耳垂比較厚的 我覺得也都不會不舒服喔 我覺得這真的超美的 然後今天耳環很難搶 是因為我覺得今天每一個耳環都很美麗 好 這是第一個而已喔 就是光第一個 妞兒就非常的喜歡 我一定要先使出必殺件 必殺件就是這一個不夢王 我跟你說 這個不夢王是今天裡面 我覺得最美 最漂亮 最要買的 你看這個不夢王 超級完美的 然後呢 垂掉在耳朵上 你知道有多完美女神嗎 好 我跟你說 我把兩邊帶好給大家看 這不夢王自己一定要填抗 它非常的細 上面有三個樹葉 兩個珍珠 當然網子中間交織而成是一定要有的 好 這個不夢王只能說 它搭配夏天 妞兒很喜歡穿的洋裝的款式 或者是比較休閒度假的款式 你看這樣垂掉下來 不論是臉型 還有耳環本身的形狀 是不是就非常非常的吸引大家 這一顆啊 是我今天覺得 整盤耳環裡面我最喜歡的一個 然後你看喔 就是它如果也是靠在我們的頭髮上 也是非常的好看 非常非常看得清楚對不對 好 是不是超級完美 所以這個你千萬不要錯過 今天的耳環每一顆都好美喔 好 再來呢 我要戴這個 我覺得今天不論你是要收藏還是你真的喜歡 你一定要買這個 就是鳳梨 而且這次的鳳梨很可愛 就是左邊是鳳梨 右邊是鳳梨切片 每年到了夏天 尤其是7月的時候呢 一定會來上耳環很多夏天的款式 那這個呢 就是完全走入夏天 這個我有買 然後呢 我也打算我們之後 7月帶小朋友出去玩的時候要戴 就是穿一些度假洋裝 或者是在海邊啊 泳池啊 它戴上去完全不突兀 就是很可愛 因為鳳梨本來就是夏天的一個代表作 只是說呢 這一次很特別的是 它左邊是一顆鳳梨 右邊是鳳梨的切片 好不好 真的真的真心推薦 非常非常的可愛喔 好 所以呢 這個就是妞兒覺得說 今天你不論是你很喜歡鳳梨想收藏的 或者是真的要就是要戴的話 一定要買這個鳳梨 每年夏天 那今年啊 因為疫情的關係 其實鳳梨的款式在夏天的款式真的比較少 這一次真的是精挑細選到這麼可愛的鳳梨喔 等一下 呃 會過敏嗎 來 我們家的那個耳針都是925銀針 所以呢 除非你是高度過敏者 不然呢 就是高度過敏者一定要戴鋼針 但是其他的 呃 買過這麼多的粉絲 基本上目前都沒有人有過敏的狀態喔 好 然後不夢王可不可以戴T恤 等一下我有穿到T恤的時候 你要記得我戴給你看 它是OK的 好 所以你看這個超級超級卡娃娜的有沒有 而且啊 它很耐看 它不會覺得很突兀說 呃 妞兒的耳朵像什麼這麼over 就是有一個番茄還是鳳梨或是葡萄之類的東西 所以我覺得這個很值得一搶 而且真的很可愛 而且它是很時代的 不會讓你覺得一眼望過去 呃 很噁心的感覺喔 好 再來呢 這一個也是我很推薦的 就是如果你今天啊 喜歡穿這個啊 上班可以戴 因為我覺得這個喜歡穿像我身上這種洋裝 或者是比較不會那麼休閒的女生 我覺得你一定要買這一個 因為這一個啊 它是整圈都是立體的一個那個小鑽去編織而成的 然後它的圈環是上班女孩 東方女生能夠接受的圈環大小 因為有的圈環太大了 然後覺得戴起來上班好像不太正式 那這一個呢 大家可以到官網上去看一下 它就是有點像水晶珠 而且是立體編織 這個你摸摸它是會有點微微滾動的感覺 這一個呢 我覺得就很適合女兒身上這種洋裝的穿搭 或者是套裝的穿搭 或者是就是比較高貴的連身褲 我覺得因為這一個 給大家近看一下 它的圈環大概是中小型 而且呢 細節請到官網上去看 它其實呢 有一顆鑽 兩顆水晶 一顆鑽 兩顆水晶 一顆鑽 兩顆水晶 它的編織精細是非常漂亮的 所以你們可能自己到官網上去看一下 好不好 好 所以呢 這一個是我推薦大家 基本款 但是它基本中帶很奢華的感覺 而且呢 透明耳環很難找 像我婆婆最近就說 有沒有透明耳環 我說 她說透明耳環很難買 因為呢 要百搭 夏天不論紅神黃綠藍電子 或是各樣風格的衣服 就是買透明耳環來搭配就對了 因為呢 不論等一下我一系列 後面會搭配今天的穿搭 來搭配耳環 你們就知道說 喔 這一個這麼好搭 而且我剛剛提醒了 這個圈環大小是上班也可以戴 下班也可以戴 不會過於太大太誇張的感覺喔 好 再來呢 再來就是這個雪花珍珠 我覺得今天的都好漂亮喔 因為呢 今天真的是我覺得禮拜五嘛 禮拜五總是要讓大家有精神一點點喔 好 來 等一下呢 我就要介紹我身上的洋裝 也是今天要送給大家我最喜歡的 等一下我一定要好好大力推薦一下這個洋裝 真的很好看喔 好 這個雪花珍珠 首先我要先讚美我自己的珍珠 我的珍珠整顆圓珠 還有呢 有買過我們家耳環的珍珠 妞兒是親自挑選的 整顆圓珠 不是半珠 它的品質非常的好 好 當然是沒辦法跟真實的珍珠去媲美 但是呢 以這樣子的價位跟這樣子的整顆珍珠 真的是非常的漂亮精細 再來看到它的雪花其實是立體的 好 看一下側面 它是立體的 非常非常的完美 而且呢 這個大小就是大家最喜歡的 可以修飾我們的小臉型 然後呢 又可以看到小小搖晃的活潑感 再來呢 搭配任何的襯衫洋裝都非常的得體 不會覺得說 喔 我今天啊 買了這個耳環要穿什麼衣服 好 如果你是這樣子的人 千萬不要買那個耳環 因為呢 那個耳環可能你只會戴一次 因為很難搭 好 妞兒家的不論是耳環還是飾品還是衣服 都可以混搭 所以等一下呢 飾品我一樣會搭在今天要介紹的衣服裡面 好 像這個我覺得就是小而巧跟小而美 然後我要特別講的就是你們收到的話 可以看到它是立體的雪花之外呢 這整顆圓圓的圓珠 我給它101分 因為真的很圓 然後品質是非常棒的珍珠喔 好 再來呢 再來就是這個 我自己有買的 大家都應該都知道 妞兒式的基督徒吧 好啦 當然啦 這沒有什麼特別的含義啦 只是它剛好是十字架 好 告訴大家一下 好 這個十字架很漂亮 它是這樣子半圓扣的 扣上去之後 連耳朵的這邊都有一排小鑽 然後呢 下面就是很經典的十字架 好 我覺得十字架 很多人不一定是基督徒才戴十字架 我覺得十字架它是一個很經典的代表作 在視頻裡面 不論是在耳環還是在項鍊都是 所以我覺得它是非常百搭的 還有你們可以去看到專櫃 也有很多的設計感 全部都是十字架 所以我覺得十字架它不是代表說 喔 戴的一定是基督徒啊 一定要這樣才可以 沒有 因為我覺得十字架它就是一個代表作 在視頻界裡面是一個非常 我覺得蠻基本的一個設計 那十字架戴起來我覺得特別的優雅好看 然後而且呢 十字架我覺得可以穿很多休閒的衣服 戴起來都非常俐落 十字架還可以穿搭成帥氣的boyfriend褲 來戴上十字架的耳環都非常好看 所以我覺得這十字架也蠻好用 它可以很溫柔婉約 也可以很個性 真的是完全非常好搭的 而且呢 它其實細度很夠喔 來 它呢 上面剛剛講這邊有一排鑽 然後它會搖晃之外 它每一個就是都是一顆一顆的小鑽排的 不是一排的鑽 是一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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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而且呢 這個的話非常的細 然後大小 來 說大不大 說小不小 遠遠還可以看到牛耳耳朵上漂亮的十字架喔 好 所以呢 這個我自己有買 因為我覺得真的好搭 而且可以搭出不一樣的風格 好 再來呢 講一下今天的這個 今天的這個我覺得很適合搭我現在身上的洋裝 好 它是一個金黑金黑加珍珠的一個排片 好 這個我非常的喜歡 因為跟我身上的配色非常的像 好 等一下馬上要介紹衣服囉 好 這個耳環跟我身上的配色非常的像 你看 黑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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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全好輕好輕 然後它就是金黑金黑黑金黑金 然後呢 黑跟金的材質不一樣 所以呢 如果是自己當下帶你朋友看到你會很好看 但是透過直播可能沒有那麼的清楚 然後呢 非常的輕盈之外呢 它就是小小的 然後呢 上面一樣是一整顆珍珠 好 這個我覺得非常的好看耶 它就是排片 而且排片我覺得有些人會覺得很重 這個我把頭髮撩起來 你看 它就算是你把頭髮綁起來 你看它非常修飾臉型 然後就是跟我身上的配色剛好一樣 所以呢 你有很多奶茶色或是黑色衣服的人 你可以買這個耳環 而且我覺得今天這樣一套好搭喔 連那個鞋子啊 飾品全部都搭好了 好 所以呢 我覺得這個啊 很值得大家購買 然後它也是一樣 有出項鍊啊 等一下就來了 好 它也是一整顆圓珠 然後你看它材質非常精細 金色的話有紋路 然後呢 黑色的話是這種的 它就是兩種不一樣的感覺喔 真的是很搭配我今天的這一套衣服對不對 好 來 我耳環再兩個 我就要結束來介紹項鍊囉 好 來 這個是我今天裡面 第二喜歡的紫色星星 我要先給大家看一下 它很像那個海底貝殼的那種材質 而且它是紫色立體的星星 我們家每一次上星星款就搶的 不要不要的 喔 花朵等一下就是我下一個要介紹的 好 這個小兒巧 小兒精美的紫色耳環 你們是不是非常喜歡 好 今年非常流行紫色 很多人說 紫色耳環怎麼戴 來 牛兒身上穿的這種杏色 黑色 牛仔色 搭這個紫色星星 我跟你說好看太好看了 而且呢 它是整個整顆立體的 摸起來材質很像貝殼 好 摸起來材質很像貝殼 有沒有看到它的紋路 非常非常的可愛 有沒有看到紋路 而且呢 它是小兒巧 小兒精美 好 這個大家趕快去搶購喔 因為這個 你看我這樣戴起來是很好看 然後它如果是穿牛仔褲或是T恤 配上這一個也會超級好看 然後這個紫色啊 有沒有發現它不會黑掉 因為呢 黑 如果會黑啊 它那麼靠近我們的臉 如果黑掉還得了 所以呢 這一個它的紫色啊 是非常提亮亮白的顏色 所以大家也不用擔心 好 再給大家看一下 它是這種 摸起來像貝殼 然後呢 整個立體的 太可愛了 太可愛了 好 而且非常好搭衣服 你看我今天一鏡到底 其實我們家的都是非常好搭的 好 今天最漂亮 最特別的就是它了 你們說小花賣完了嗎 粉紅色跟藍色的花 我帶給大家看 這一個好公好戲好戲喔 你們自己上官網上去看 夏天一定要有一個 朵朵花開的一個飾品 這個超級漂亮 它的顏色就是非常的夏天 精美 有沒有 非常的夏天 藍色配粉紅色 然後粉紅色的花朵中間 還是粉紅色的鑽石 好 這個我自己有買 因為我覺得它就是很典雅 小而翹 小而美 小而特別 然後也不會跟別人撞傷 好不好 好 小幫手幫我移一下那個 電風扇 好熱 好啊 然後呢 所以呢 跟大家講這一個啊 大家有喜歡的話 一定要趕快去搶購 超級漂亮的 好 再來呢 我要介紹 那個 我的那個項鍊了 好 今天的 好 這樣子 好 今天的那個項鍊超級漂亮 它中間呢 是一個有點像星球的 好 來 透過直播可能看不清楚 請大家自己到官網上去看 來 我比在我的脖子上 它呢 可調節最短到這邊 好 最短到這邊 給大家看一下 這一顆啊 比我現在戴的這一顆還漂亮 因為它比較再大顆一點點 然後呢 請上網看一下圖片 它的上面還有一顆很小很小的星星 星星 好 非常的漂亮 這個我非常的喜歡 我自己有添購一條 我覺得它大小很漂亮 而且呢 一定要到官網上去看細節 因為它中間有一顆很小的星星 然後大概有一顆拉鑽的大 所以呢 也是非常非常的好看 遠遠就可以看到你漂亮的脖子的項鍊 好 這個也是我們非常熱賣的 然後我們家的銀式都是925銀針 所以大家不用擔心你會有過敏的現象 好不好 來今天 然後 幼兒身上每天都戴著這個大耳環 今天不戴了 它也有追加補貨到 所以自己到官網上去買 我幾乎每一場直播每天戴的 然後你們今天自己稍微瀏覽一下 好 那幼兒呢 決定要選一個我最愛的補夢王 來做今天的穿搭囉 好 然後呢 好 我先把耳環戴好 好 等一下我後面還會再換耳環 小幫手你要再提醒我一下要戴哪一個耳環 對 就是如果 如果沒了 好 我也不敢戴了 不然大家覺得 就是會很想要買買不到喔 好 來 我先來來戴這個補夢王 是我裡面我超級喜歡的 好囉 來 歡迎來到今天的支援直播 好 今天呢 按讚留言分享 妞兒要送大家我身上的這一件洋裝喔 好 那我要先開始介紹囉 首先呢 妞兒今天搭了一個 本來我們之前要斷貨的 好 確實賣場關了 停售 讓大家買不到痛苦的 這個杏色跟黑色的點點罩衫 非常好用 你整個放下來搭配也可以 然後剛剛呢 妞兒也有穿什麼顏色 黑色 兩個顏色都賣得很好 然後你可以自己去做搭配 總而言之它就是可以洋裝搭配 或是穿牛仔褲都可以 然後它就是完全透沙透涼 但這件很特別喔 它是做oversize的 所以我們穿牛仔褲的時候也很好看 那如果是穿洋裝的話 我就會比較建議大家可以把它 像我剛剛一樣這樣綁起來 我覺得就會比較有腰身 好 這一件呢 是今天有在看直播 就順帶一提囉 如果有喜歡的話你可以趕快去預購 我的耳環真的很美耶 好 你就可以趕快去預購喔 順帶一提 好 那今天要講的是我身上的洋裝啦 好 來 我身上的洋裝有這個黑色跟我身上的香檳精喔 好 來 我要跟大家講它呢 需要整趟 畢竟完美女神 拜託請你花一點點時間 不要懶惰 好 你呢 自己把它買回家的時候一定要吊起來 它才會漂亮 我先跟大家講它的材質非常非常的涼 然後妞兒因為方便穿脫裡面有穿了一件等一下要介紹的短褲喔 好 來 跟大家講它是香檳精 然後呢 它是淡淡的杏色的精 再來呢 我不知道透過直播看不看得出來反光的效果 它非常的漂亮 它有做一個切割 那你說最多人問到的一定是會不會透 我建議大家你只要穿膚色內褲就沒有問題了 膚色內褲就好了 再來呢 它的鞋切腳其實是很漂亮 在前面有一個 在後面有一個 好 它是非常非常的精美 然後呢 這一件我買了兩個顏色 因為涼 而且呢 我覺得很女神 我本人很喜歡 因為我覺得很女神 然後呢 在海外穿你一定覺得非常涼爽 因為它就是一個很涼很涼的材質 它呢 沒有別的壞處 就只有一個 就是你要把它掛起來 它才會漂亮 這個啊 布料一定要把它撫平才會漂亮 好不好 但是你喜歡不要懶惰 因為穿起來可以像女神一樣 那剛剛妞兒一開始啊 是搭配了一個 就是比較淑女的一個襯衫 我們呢 如果搭配 牛仔外套給大家看一下 我跟大家說 這一件完全可以搭配牛仔外套 我出門的話也是這樣出門的 我想要走半休閒的感覺 我不想要 今天不想那麼唯美女神 然後再來一個好處是 今天你去參加 就是一些切實宴啊 姐妹局啊 或者是宴會 你都可以穿這一件 這件穿去婚禮 可以走得很像婚禮 你換個高跟鞋 換個珍珠項鍊 或是鑽石項鍊 等等之類的大珍珠飾品 完全可以走入韓國小姐姐 非常時尚俐落的風格 那就是看我們大家自己怎麼來搭 我們自己的配件囉 好不好 我覺得都非常好看 然後我們也可以搭 就是我們有西裝外套嘛 就是深色的西裝外套 也可以來做搭配 然後白襯衫也可以 然後它的那個切割面啊 大家應該看得很清楚 它是從這邊切 這邊切 然後剛剛講了 這個叉呢 完全不會走光 然後從這邊有叉之外呢 這邊有兩個叉 看到了嗎 好 讓你走路非常非常的飄逸 那整件呢 其實裡面我有穿了一件背心 我覺得可穿可不穿 因為在前面完全沒有任何的影響 那我的背心是因為直播方便穿脫 再來呢 後面有上拉鍊 就是讓大家可以很方便的來穿脫 整件呢 沒什麼壞處 就是非常非常的涼而已 好 然後再來呢 我們如果要再搭其他的 就是如果你們在GN有買這個千鳥格的這個襯衫 也可以搭喔 我覺得呢 這個洋裝非常的好做造型 無論是你要休閒還是要完美女神 我覺得都可以 它有太多太多好玩的地方了 好 總而言之 今天呢 要送給大家的這個洋裝 一定你們收到會非常的喜歡 那性色的部分呢 不要穿黑色的內褲就好 就是穿白色或是膚色的內褲 好 或是無痕內褲一定是最完美的 那本身其實它貼不到臀啊 它貼不到臀 所以我覺得在臀部大家不用太過於擔心 然後其實我真的覺得單穿就超級超級美了 真的超級超級美了 好 然後如果你是想加西裝外套都可以 然後這整件的胸圍我覺得也做得恰到好處 它不會很緊 讓夏天我們覺得很熱 好 這只是第一件而已 我覺得這件洋裝就是簡單俐落 簡約又好看 就真的不太需要太多的配件 不太需要太多的外套 我們就只要這樣子一穿下去 我覺得就非常非常的好看跟俐落了 好 然後這個也是今天按讚留言分享 我想要送給大家的 然後它的肩帶是可以調整的 所以你可以調整你想高或是想低 然後小包小包拿下我們賣場的那個 黑色白扣的針織外套 我們有個冰冰蘭蘭的針織外套 我現在心裡一想 我覺得搭它好像也非常好看 因為那款針織外套夠黑 黑色來搭這種香檳性 我覺得這兩側都很好看喔 黑色也不輸 也不輸性色 因為剛剛有講 它其實是有點微反光的材質 但是透過鏡頭不知道大家看的清不清楚 長度的部分牛兒是161公分 150也完全不會落地 好 就是小幫手拿到的這一件 冰冰又涼涼的白扣 然後它有四個色 我相信粉絲都知道它是誰 不知道它是誰的新粉 你今天也可以購買 我先跟大家講 我覺得這件這樣打也是很簡單好看 這一件外套有四個顏色 黑白紫粉 然後它是冰冰涼涼的 穿起來很涼 就是這種搖洋妝的時候 可以來當一個小外罩衫 然後它的尺度 彈度都非常的好 大家可以再請小幫手協助一下 好 這樣搭我覺得也是一個很好看的 然後可能有時候你要去婚禮 裁個高跟鞋拿個手拿包 你看喔 整個是非常羞身的 完全看不到我們的肚子 因為我剛剛講了 它其實預留了滿多的空間給大家 夏天誰想要看到肚子 誰想要看到屁股啊 所以呢 其實今年很多很多的洋裝 都是走這種比較寬鬆版的 但是又有一些剪裁 會不會透剛說了 你不要穿黑色的東西在裡面 好 不要穿黑色的東西在裡面就可以了 大家今年都很喜歡白色性色 但是請配合 你呢 就買好一件就是 可能是無痕內褲的性色 你所有的洋裝就拿它來穿就好 也不會有太多的問題了 適合繫皮帶嗎 好 我身邊呢 有萬用皮帶 萬用皮帶我覺得繫起來 它會走路比較度假的感覺 剛剛呢 妞兒其實搭配那個小罩衫 想要走比較優雅上班的感覺喔 今天呢 如果當然你們有需求了 自己有綁帶的 有皮帶的 欸 它好像又變得比較不一樣的感覺 我覺得也是好看的 我們家的萬用皮帶太好用了 你拿來搭什麼樣的款式 都會變不一樣的風格 所以呢 如果你曾經有買過萬用皮帶的人 我覺得都可以 那這一件的尺寸建議穿到M號 M號 因為它沒有彈性 好 再來呢 這個刺真的做得恰到好處 屁股呢 剛剛講不貼臀 而且呢 後面有開兩個刺 就是走路真的是 氣質美女 女神的感覺 好 這個是第一個顏色而已喔 好 真的是不是非常非常的好看 有寄送到新加坡喔 非常多新加坡的粉絲喔 好 來 再來呢 Newer呢 要來穿一下我們的黑色囉 好 黑色的部分呢 大家一定會說 不知道黑色好不好看 我跟大家說 這一件啊 Newer 既然一口氣 居然買了兩個色 就是我真的太喜歡它了 因為呢 它真的好涼好涼喔 就是它是那種有點像斷面材質的 反光材質 然後呢 黑色啊 完全 真的就是完美性感女神的感覺 然後黑色你們不用擔心說 偶像睡衣什麼的 因為呢 它都有剪裁 它都有開刺 它有很多的小細節在 然後呢 黑色來肩帶的話 大家可以自己調 像我黑色就放比較低 剛剛那一件就是比較上面 所以你可以自己去調整 然後一樣 後面有兩個刺 你走路啊 腳啊 都會這樣 有沒有 超級超級美 然後黑色我覺得大家可以看一下 都有留著肚圍跟屁股圍 所以呢 你也不用擔心 然後整件就是這麼涼 然後它的材質就是絲絲又滑滑的 然後我覺得黑跟杏兩色我都有買 但是 你說要推薦的話 比較女神一定是杏 但是杏大家就考量說 欸 會不會透 但我剛剛講了 你要當女神你就一記 就乾脆買一件大概300塊的內褲 是無痕內褲是膚色 所有你買到GN任何的 要偏白偏性的衣服 或者是別的賣場 你就拿那件內褲來穿就好 其實也不會太麻煩 然後黑色啊 今天超多人下單 是因為我覺得還是有很多人想要黑色 就是想要黑色 也沒有關係 因為呢 我要特別講 這一件呢 它是違反光材質 所以呢 我覺得你們收到的 會比直播現在看到的還好看很多 對 因為有一些材質的反光 它的反光不是那種很over很害怕的喔 你們可以相信GN 相信Yu 所以收到的話 我覺得會比你們覺得看到我直播來的更好看 好 那一樣 我呢 一樣把黑色在配裡面給大家看 好 其實裡面啊 大可也不用加背心了 我覺得 你看就算我現在加一件背心 那是因為我直播方便穿脫 我現在加背心其實根本也看不到背心啊 對 所以呢 我覺得有沒有加都沒有關係 需要整趟的 對對對對 這一件呢 零缺點 但是呢 它唯一比較需要做到留意的就是要整趟 跟要吊起來 就這樣 畢竟這個材質是斷面有點絲質的 你不整趟的話 我覺得就沒有那麼完美好看 然後黑色的話 你看 搭個涼鞋 然後簡簡單單的牛仔外套我們就可以出門了 然後有時候你就覺得說 喔 很熱耶 我不想要搬牛仔外套 好 那也沒關係 我再拿我們剛剛賣得非常好 就再度開賣的這個 波點的一個罩衫 好 這個波點罩衫 我覺得兩色都很好看 是因為它是oversize 前轉後長 所以呢 等下牛兒呢 等下如果有穿到牛仔褲的話 我來穿給大家看 這個穿牛仔褲的look 超好看 那今天剛好又都是上洋裝 然後我就一直覺得說 素面的洋裝 你一定要買一個波點的襯衫 好 不只搭這一件 之後你可以搭其他件 因為這個波點它很特別 它是杏色的底 一般都是比較偏白色的底 然後我想說我把它摺起來會比較俐落一點 所以就稍微簡單 稍微往上摺一下 你看這是簡簡單單 我們可以遮陽 然後呢 它不會悶熱 因為我們看它整個都是透沙的 所以我一直覺得這一件非常非常的好搭配耶 簡簡單單 輕輕鬆鬆 你看它就好像有九頭身 好像是一個sick的感覺喔 好 再來呢 黑色的如果你想知道說 搭萬用皮帶 會是怎麼樣的話呢 來跟你們講一下 好 這樣 黑色的部分如果搭萬用皮帶也很好看喔 而且灰色用萬用皮帶感覺你的腰就再更小了有沒有 所以呢 我覺得都是非常非常好搭配 大家其實真的不用擔心 但我覺得今天一定要選一色 然後或者是你按讚留言分享就有機會直接抽到它喔 好 是不是超級超級美麗的 好 然後我自己就真的失心風的兩色都包了 好 然後耳環的部分啊 這個也是我今天超級喜歡 我覺得真的是很跟這件衣服非常的搭配 就是完美女神組喔 好了 那我今天介紹進度超慢的耶 現在才到第一款而已 好 有太多太多東西想跟大家介紹了 好 我要來講的第二款了 好 第二款呢 就是我們今天啊 賣的非常好的白褲 好 大家都在找白褲 但是呢 很多人說 欸妞 白褲有沒有比較偏上班系列一點的 不要那麼休閒 來 我身上這件白褲 今天有做黑的跟白的 它都有分三個尺碼 好 SML 然後呢 這個白褲啊 顛覆了一般我們牛仔褲的短褲 好 牛仔褲的短褲 所以呢 這件賣的超級好 它算是中腰的在肚臍 然後牛兒穿的是S號 它有很大的空間可以來做塞衣服有沒有 很舒服的感覺 好 然後呢 來給大家看一片 好 我先塞好 先讓我塞好 好 塞好之後 我今天穿的上衣也是我們今天的新品 那我要先介紹的是褲子 先跟大家說褲子總共有兩個顏色 一黑一白 然後白色一樣 請你內著穿淺色的 OK 好 白色多少會微透性穿淺色的 好 然後它是一個很西裝筆挺的褲子 我跟你講這個大家一定會非常熱愛 它呢 褲子是坐在左邊 就是一點小造型 然後這邊有做打折 整件褲子褲型非常的筆挺 所以呢 它算是半休閒加正式可以穿搭的中腰褲 所以我今天因為介紹Oni系列 所以穿的比較淑女一點 但是好像又不會太過於淑女 那你上面呢 如果想搭GN綁起來的一些字母T 也完全OK 好 我要來講喔 這件黑白褲我也是大手筆的 直接兩色都包了 因為呢 每一次穿白褲都是白短褲 都是虛虛的 都是休閒的 然後就覺得喔 怎麼都沒有別的白短褲好買 所以呢 這次這件啊 大家覺得會很喜歡 它算是中高優 在肚臍上下左右 所以呢 我覺得它穿起來腿非常的長 而且呢 剛剛有沒有看到妞兒在鏡頭面前曬衣服 是非常舒服的 它就是有SML 三個尺寸給大家 花兒花 好快就沒了喔 超美的啊 好 耳環喜歡的話 趕快去搶公用 因為我們賣場真的是很可怕 就是耳環 真的大家都很喜歡 好 本身呢 它這邊都有打折位 所以看起來有沒有妞兒這邊 這邊特別小 再來呢 褲子是走一個反車的路線 放心 大家都問我說 反車的部分這樣子會不會站起來又掉下來 好 這塊布料非常的鼻挺 看到了嗎 我拉下來給你看 它非常的鼻挺 所以完全不會有你們所謂擔心的反折 會不會掉下來的問題 而且它的褲口 我覺得穿起來 腿很瘦之外呢 白色的屁股完全不會到貼臀 是非常非常羞身 大腿也完全不緊喔 然後我穿的是S號 尺寸非常的標準 大家買自己的尺寸就好了 好吧 然後呢 我覺得白色就是一定要買 因為呢 很少看得到 除了白短褲還能買的白褲了 因為白褲真心推薦不好買 白褲啊 有時候買了就會覺得第一個變胖 第二個太透 然後不好搭不好穿 但是呢 今天的這一件啊 真的大家瘋狂加入勾車 而且 它口袋非常深 是真的可以放東西的 而且我還是要誇獎一下 這塊布料我們選得非常非常的筆挺 它就是非常非常的挺 穿起來你就是像牛兒收到的話 就是像牛兒直播現在穿搭的這個樣子 好 然後如果你想要比較休閒一點 一樣會拿上牛仔外套來做一個穿搭 我覺得它就不會變成說 欸 今天好像要上班比較OL的感覺 你看 它沒有鬆緊 它有分尺寸 SML 選擇自己平常穿牛仔褲的尺寸一樣 一樣 尺寸非常標準 口袋有的 側擦口袋當然一定要有 這種西裝褲一定要有口袋才會好看 那它本身真的在腰線這邊修得很小 所以會覺得牛兒的大腿好像也變瘦的感覺 好 後面都沒有完全的鬆緊 沒有鬆緊 因為呢 這一件褲子我給大家看一下 它就是做得非常非常的高貴典雅 好 基本上沒有上鬆緊帶 因為希望這件褲子走得更直感 所以就上了一個拉鍊給大家 那給大家看一下其實牛兒穿S號 拉鍊在這邊 好 牛兒穿S號是有極大的空間來Style衣服 所以呢 我覺得非常非常的方便 好 也非常非常的舒服 好 給大家看一下你們對這個腰很好奇 它是在我的肚臍 剛好看到肚臍上下 所以我認定它是中腰 當然你要穿高腰一點我覺得也沒有不可以 它的褲擋都是OK的 本身就是中腰在我的肚臍 肚臍上的一個褲子 好 然後呢這個只是第一個顏色而已 這是白色 我覺得白色大家一定要帶 然後黑色等一下看會很瘦 會很瘦 然後我覺得這個不論是上班還是休閒 就是等一下如果再穿上其他不同的穿搭也會很好看 或者是你們如果比較想要俏皮式的搭法的話 其實也可以搭我們賣的非常好的點點背心 你看 這樣子白色一套 然後搭一個白褲出門超級可愛的 有沒有 超級超級可愛的 好 所以呢這個呢 我再繼續來換另外一個顏色囉 好 另外一個顏色的褲子就是我們的黑色了 白色我等一下再打比較休閒的點點給大家看 好 另外一個就是非常非常顯瘦的黑色 好 黑色呢我覺得跟新推薦沒什麼問題耶 因為呢 黑色本來就是瘦的代表 然後呢 西裝褲黑色本來就不能少啊 有沒有 我們GN的OD系列的褲子大家都非常的喜歡 因為呢 我剛剛還是特別強調 這一件的褲型非常非常的挺板 所以穿起來就是覺得 喔 腰瘦 這邊腰很瘦 這邊因為有車線 瘦得很小 然後褲型有一點點微A字白 所以呢 感覺 你看我只是直接踩 平底拖鞋完全沒辦法修飾我的腿心 直接給大家看 就是非常非常的好看 側身也做得非常的好 然後呢 這邊一樣有最經典的 該車的西裝褲的車線 讓我們的後背 臀稍微有點微翹的感覺 是因為我沒什麼屁股 但是呢 整個腰線條是非常棒的 好 我可以用白色給大家看一下 是不是超好看 好 來 後面做了兩條最經典的 來 買西裝褲一定要這兩條經典的 才可以收到你的後臀喔 好 再來呢 前面呢 有沒有看到 拿起來整件質感 不是軟軟的 整件質感是這樣完好的 布料真的非常比挺 夏天的料子 穿了又挺又舒服 然後呢 側邊的這個扣子在這邊 好 兩個顏色真的真的賣得非常好 大家趕快去加入購物車 有現貨 現貨設完要等喔 然後如果你是買到現貨的話 今天是禮拜五 下午會幫你出貨 好吧 下午會幫你出貨 但你動作可能要快一點 好 今天買到現貨 現在就去買的話 下午你應該就可以看到你的包裹是已出貨 但是前提是你動作也要快一點 然後庫長的部分呢 哇 有沒有看到妞兒的腿又怎麼了 好 妞兒昨天又來去就是稍微提掉了一下 好 來 我的腿今天看起來非常的可怕 而且是我現在此時此刻才看到 好 來 這個呢 跟大家講一下 它是直接完全不會到太短的 看不到屁股帶的 然後你要穿正式休閒都非常OK 好 褲子啊 我等一下呢 在大家比較休閒式的給大家看 好 再來就是我身上的上衣啦 這個是今天銷售冠軍啦 好 這件上衣有型又好看 又有今年最流行的奶茶色 還有基本的黑色 首先呢 我先把它拉出來好了 好 來 首先它整件衣服其實蠻標準的 長度是正常的衣服的長度 再來中間的條紋是彈性的 好 拉給大家看一下 然後中間的條紋是彈性的 再來呢 手袖的位置是做了雪紡紗 接上斷面的材質 所以呢 雪紡紗顧迷思義就是很細緻 所以有沒有發現肩膀它是墜落下來的 它不會像公主秀這樣膨起來 所以呢 我們的肩膀是窄小的 領邊呢 我覺得做得很剛好 不會套太低太高 那這個呢 可以綁喔 好 它可以綁喔 好 因為它是彈性的 所以你今天如果想要俏皮一點的話 它是可以綁的 然後如果像我今天穿西裝褲 我覺得好像不太適合綁太高的時候 我就會把它紮進去 好 拖鞋什麼時候會上架喔 拖鞋我們已經在安排囉 大家請鎖定我們的G&M的IG啊 社團活動 這拖鞋真的我們會用真的很優惠的價格開賣 所以呢 請大家多多關注一下 好 然後呢 這個是用雪紡紗跟斷面 然後所以它這邊是非常透氣跟透涼的 這上衣真的賣得非常好 嚇死人了 所以呢 如果大家有喜歡的話 趕快加入勾車 這現貨都還用 大概就是今天上衣 就是大家裡面 歐尼西亞最喜歡的冠軍第一名 然後它又可以遮住手臂 然後我剛剛講 因為這邊是雪紡三材質 所以很涼 好 所以很涼喔 好 耳環是新款喔 今天的新上架的 趕快去搶購 現在應該都還用 但是好像有幾個 剛剛小幫手都瘦完了 好 這是第一個奶茶色 那我稍微比一下 奶茶色如果我們呢 平常喜歡穿牛仔褲的話 比較休閒感的話 完全OK喔 完全OK喔 然後上衣呢 我現在要再來換第二個顏色了 好 第二個顏色其實就是大家最熱愛的什麼 黑白色嘛 好 這就是最基本的黑白色 好 然後呢 它是走一個白色的袖子 看起來非常的夏天 然後這個黑白褲啊 黑白色我覺得搭白褲 搭牛仔褲都會非常的好看 好 好 我先給大家大概看一下 如果是整套黑的感覺 然後我等一下要換上別的吊帶裙的look 給大家看 好 耳環我稍微換一下囉 好不好 好 耳環我稍微換一下 我要換一個這個 我剛剛講的非常百搭 任何衣服都可以搭的這個 好 褲子沒有彈性 它是分SML喔 買到基本的尺寸就可以了 耳環超美的齁 今天耳環真的每一個都很漂亮 好 如果你是搭黑褲 我先給你看一下look 這個我自己也有買 因為我覺得黑白就很時尚 就是不論搭什麼褲子 牛仔褲還是這種西裝 鼻填的褲子都很好看 好 這只是第一搭而已喔 然後剛剛講到這邊是雪紡紗 所以它是不會到悶熱 而且是垂墜式的 不會讓你的肩膀變得很大 好 那Newer要把褲子脫掉了 因為我想要來搭不一樣的感覺 給大家看 好 我今天選上的是GMI的非常好的吊帶裙 好 萬萬沒想到Newer會這樣搭配喔 好 今天呢 來搭一個不一樣的風格給大家看 好 這個褲子啊 你要搭剛剛的西裝褲啊 都可以 它有很多可愛的造型可以搭配 好 然後呢 我今天選了一個 我們非常熱賣的吊帶裙 然後如果想買吊帶裙的 也可以請小幫手發連結給你 好 我把它當成是內搭的衣服 好 然後這一件呢 它是有點像卡其色的牛仔裙 牛仔的料子 然後呢 給大家看一下 它就是會變成很可愛的風格 好 然後想說有時候啊 搭一點不一樣的 大家可以把買過G&E-Grade的衣服 稍微來調整一下 我覺得這樣子啊 把這種飄溫的衣服搭在裡面 我覺得也很好看 它就是走入不太一樣風格 因為平常我們都會穿洋裝啊 穿什麼的 所以我今天想說這衣服大家很喜歡 都有買 但是想多搭幾個 所以即便是你要搭這個裙子 或是搭牛仔吊帶裙 也都可以 然後把它放在裡面 你看喔 它這個袖子這樣自然垂墜 就很可愛 跟你平常穿衣服的不一樣 而且非常非常的韓風女孩 有沒有 我覺得這樣就是大家可以 跳脫一下 我們平常穿搭的部分 好 搭長西裝褲一定超好看 絕對好看 然後我等一下可以再搭一個黑寬褲 我們黑寬褲在家嗎 我搭一個黑寬褲給大家看 好 這個只是第一搭而已 然後我搭一個黑的寬褲給你們看 西裝褲 黑色 性色搭上去絕對好看到爆炸 好不好 好來 嗯 我們的黑寬褲我剛剛就是有拿過 然後 這個 這個感覺很小 有在中間 好來 這裡 好 這個黑寬褲啊 就是昨天 昨天啊 每天值得都有啊 就是 它呢 就是我們賣的非常好的黑寬褲 然後呢 你可以一整個系列就走 黑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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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子 這個風格應該就是你們很喜歡的 這個是上班可以 然後如果剛剛粉絲有說到 想穿老爺褲 大寬褲 西裝褲 絕對好看 然後我這個就是有點半偷懶 想休閒又想正式的感覺 你可以選用這個褲子 我覺得又涼又好看 然後黑白相間一直都是非常經典的配色 然後呢 完全就是百搭 那 有買過GN的條紋就知道 我們家的條紋就是很顯瘦 穿起來不會放大身形 然後長度再給大家看一下 它是彈力的 中間的條紋全部都是彈力的 然後呢 如果你今天真的想要小辣妹一點點的話 我們就可以稍微把它綁起來 好 這樣 小辣妹 好 所以呢我們家的衣服可以有很多種風格 一個衣服可以穿啊綁啊任何無限 好你自己去做一個調整 反正我覺得下身很好搭配 牛仔裙 牛仔短褲 長裙 長褲 長褲 西裝褲 寬褲 好因為這件衣服就是非常經典跟百搭喔 好再來呢 我要再繼續介紹新品了 我今天的新品也蠻多的 而且我覺得我今天好像講話比較慢一點點 好 來 現在要介紹這一件上衣呢 也是賣得非常非常好的 好 這是加入購物車千三名的經驗鬼系列的 好 來 這一件它是一個方便雪坊上衣 黑白色 今天還蠻多就是經典中的商品 就是經典中和經典 好 裡面的小背心是我每天方便穿透的韓國小背心 不要理我 好我現在要來穿這一件 有沒有看到透沙透沙的 好然後它是有黑跟白 好呦 然後它是走一個方領的設計 有白有黑 然後這一件我也是黑白兩色都買 因為呢我等一下穿好你就會覺得說 喔怎麼這麼好看 好這一件呢它是走一個方領的設計 然後呢可以微微的拉斜間 但是它本身就是走一個方領的設計 好 這件超美的喔 我超級喜歡的 因為我覺得這件衣服很涼 很涼之外我覺得它蠻有氣勢的 那我現在搭的是我覺得大家可以去上班的時候穿的感覺 等一下白色我會搭一個比較休閒的感覺 好我先給大家看一下它其實下面是鬆緊在 然後有點這樣反起來然後膨膨的感覺 然後我覺得最好看的就是它的是方領 然後它的袖子是落在大概四五分袖的位子 然後你看這樣簡簡單單 然後呢方領啊我覺得它的方領不是說凹得很深的那一種 它是這種比較摸字型的 好它走去很美喔 因為這個寬褲真的超涼的 好然後呢它呢是走這種縮腰的 但它不會縮在你的那個身上它不會不舒服 它只是要利用縮腰來製造下擺一些膨膨的感覺 那我這一件呢它其實有沒有看到透沙的 有沒有看到它是透沙的 所以它非常的涼我超級喜歡這件 因為最近都好熱喔 所以我就選那種涼就是風吹過來會很涼的 然後後背啊也不長不短然後也不會露到肚子 那我現在這個look是想說給大家如果要上班穿搭的話 我覺得這上班這樣穿很美耶 有這樣上班族穿這樣超美的 而且呢完全不裸露然後又有型然後又涼 重點是要涼因為夏天真的好熱喔 好然後呢這個啊我覺得它可以搭配一些窄管褲啊 或是裙子都蠻好看的 等一下白色我會搭配比較就是休閒感一點給大家看 那當然啊這個方面啊我們如果要拿來搭 就是我們的牛仔小短褲完全沒有問題 今天看你去哪邊你如果要換成比較辣的牛仔小短褲 因為本身這件衣服啊它就是很藏肉 有沒有看到它是這種寬寬的 然後呢這邊啊完全都是透紗 有看到吧有沒有看到後面的牆 它是透紗的所以就飄飄的感覺 飄飄的感覺然後穿小短褲的話就是比較性感的感覺喔 好然後它呢它其實也沒有太多的顏色 就只有黑色跟白色黑色跟白色 然後裙裙也是一隻我們賣的非常好的東西喔 就是它呢可以這樣子好我馬上一脫掉 然後給大家看一下裙子的部分 好裙子的部分我們也賣的非常好 它就是可以自己綁 ASML都可以穿自己綁了一個中高腰群 好那白色牛仔要繼續喔 白色牛仔要穿這個近期非常方 賣的非常好的點尖褲喔 好這個點尖褲就是摸起來非常非常的絲滑的那一件 然後呢白色我就要配上它給大家看一下 好白色的部分呢它就是雪白亮白的 然後呢一樣就是走透紗路線 裡面呢不要穿黑的就好了 好吧就會很好看了 好然後這一片呢我覺得不論是就是上班還是出去玩 我覺得都很得體 好給大家看一下啊不要穿黑色的喔記得不要穿黑色就好 你要穿什麼顏色在裡面都好 但就比要中黑就好 好白色我覺得穿起來超亮 而且有沒有看到透透的感覺透紗的感覺 好眼鏡的連結 好這一套喔我就穿出門這樣過了 因為我覺得它就很簡單 不論是去一些家長會啊或者是一些下午茶 我覺得這樣就夠了 然後我最喜歡就是它的氣勢的fonding 然後跟有點微小蓬瘦就是很有氣勢 然後下巴就是鬆頂 但是它不會縮在你身上 它不是那種很緊的有沒有 然後它就是很涼我剛剛講了 若隱又若現的感覺 好然後這一件呢就是首選黑白色 我覺得我也不知道要推什麼顏色給大家 我自己兩個顏色都買 然後它下巴的首秀也是微包住的 然後也不會過於緊繃 然後就是有點雙層沙的感覺 非常非常的涼爽 然後白色就是跟我覺得白色跟黑色的感覺不太一樣 就看大家自己想要哪一種穿搭感 然後這個啊我覺得它一樣是可以披上我們的牛嫂外套 然後你看非常非常的有氣勢 然後又涼然後身材比例又好 好下身也是我們非常熱賣的 而且長度很僵僵好不需要多修改 如果有喜歡的話也請小幫手一起貼連結給大家囉 好有沒有這一套 我覺得這一套便宜又好看 然後牛嫂外套不用買 應該是大家家裡都有 或是原本就已經有買過職人的 你就可以拿出來穿搭就好了 好不好 是不是超好看呢 好那我要再繼續喔 然後呢今天因為這些東西也是蠻多的 然後耳環的部分啊 有沒有想要再看你有帶哪一個的話 你們也可以就是再跟我說 好今天呢上架一個非常流行非常時髦的單品 很多人說我很喜歡但我不知道怎麼穿 來了就是它了 好它呢我有買一個顏色 好等一下再跟你們說 它是一個外套兼上衣 好它很時髦喔 今年非常流行這個布料叫做皺皺布 我今天很韓妞的喔 我今天就是做一個韓妞的 因為今天什麼密系列 好有時候稍微轉換一下 它其實是一個外套也是一個上衣 所以我覺得你們上班的很適合採高鞋的 這個啊你們如果有看韓劇 或是看今年的流行指標啊 它非常多這種直條皺皺的布喔 然後它很涼 它很涼然後有彈性 那本身呢如果我們打開的話 它就是一個外罩衫的感覺 那等一下呢我會把它合起來當成是 就是我們的上衣來穿搭 而且這一件很好用是它的袖子是這種微捲邊 然後也是你看隨便就是有彈性 然後寬秀的感覺 然後下擺就是很韓風很可愛的小捲邊造型 然後秀長就是你們最喜歡的四五分秀 最好能遮手臂最好能遮最胖的地方喔 好這是開筋式的感覺 然後它是白色另外一個色是香檳色 我覺得也很漂亮喔 好然後我把它扣起來 扣起來其實可以當一個微正式的小外套 好因為它畢竟是西裝領 所以它其實有一點微小正式的感覺 看我們自己怎麼搭配 那你也可以看官網上搭配短褲的感覺 好有沒有看到 它還是有這個西裝筆挺的領邊 但是呢就不用穿那麼熱的西裝外套啦 好然後呢如果呢我們把它當成是上衣來穿的話 你看這超好看的 我覺得這個是大家一定要如何優勢 今年最流行指標的產品 白色會不會透 其實裡面就是一定要加背心 所以我覺得透不透它沒有太大的問題 然後你看這樣子搭配 我覺得這一定要買 因為它就是下身我們如果來搭花裙 然後點點褲雪紡褲 我們賣場有有色的那個雪紡褲 就是有百折的那一件 搭配也非常好看 然後這一件它一樣是有點走微反光的感覺 我給大家看另外一個顏色 它也是有點走微反光的感覺 所以呢非常的俐落好看 好另外一個顏色我超喜歡的 有沒有給大家看一下近看材質 它是有點微反光 但是不會到誇張 我覺得非常推薦大家買 那白色就是比較簡約中的簡約 然後比較經典 然後它一樣是搭配白色的扣子 然後呢這個就是根色的扣子 它是香檳精 它就是有點金色的扣子 好然後這一件就只能說尺度跟尺寸到L 然後大家都可以駕馭 而且主要是要涼 我覺得我現在的訴求就是夏天要涼 然後我覺得耳環就是我剛搭配的這個 就是我說今天一定要買的 任何風格不論是牛仔 這種透明耳環還有這個大小就最適合大家了 好那Nior就來換第二個顏色 我自己買的是咖啡色 我覺得咖啡色非常的有質感 好來然後呢當外套我覺得也是很厲害的 就是小西裝休閒外套的感覺 好然後它就是涼翻天 好來Nior呢來換一下這個 我自己有買的香檳精的顏色 好那它整件就是像我現在看到的這樣軟軟的 然後呢涼涼的不需要做任何的枕套 它本身就是直條紋了 好然後呢來就把它紮進去 好這顏色啊穿起來很時髦又很時尚 我覺得不輸白色喔 然後呢不用擔心它離膚色一點都不近 因為它有微反光的材質 然後裡面隨便加一個黑色或是白色的背心 我覺得就很好看 然後好涼好涼 這樣 然後賣場上的黑色短褲啊牛仔褲啊 我覺得都可以很輕鬆簡單的駕馭 不一定要穿點點褲你看這個顏色 是不是很厲害 因為它有點微反光 所以穿起來膚色會變亮 所以呢如果你們要買的話 Nior是買這個顏色我也可以推薦大家買這個顏色 就穿起來就很時尚俐落簡單的感覺 不會複雜不會複雜 然後呢牛仔短褲我稍微比一下 如果你是穿牛仔類的 我跟妳講穿牛仔類的也很好看喔 我直接套給大家看喔 好點點褲我覺得今天就是必備的 然後你如果有買我賣場的點點裙 褲齁都可以 然後我稍微穿帶一下就是 如果是牛仔短褲 短褲你今天要買也可以一起買 這是我們昨天賣翻掉的一個牛仔褲 復古風牛仔褲 顏色刷色超美 而且這件是裡面牛仔褲穿起來 我腿最瘦的一件 好來先給大家看一下 如果你是當上衣的話 大概是這個感覺 很時尚對不對 因為這個啊 其實有很多專櫃品牌 也有做這樣子的線條感 然後有彈力 然後有那個空間 而且很涼 好再來呢剛剛有講啊 它其實可以當什麼 當外罩衫 所以我覺得很實用 CP值很高 這個顏色你收到你絕對會喜歡 我覺得很多人啊 剛剛有白色跟咖啡色 第一個大家一定就說 我先排除咖啡色 你相信妞妞 相信GM 我們的專業團隊幫你們選的顏色 絕對是好看 而且這一件啊 真的它的價值 我覺得真的比我們定價要高太多了 真的穿起 不論是穿起來 看起來還是質感 我覺得都非常的划算 好長度就是可以蓋住屁股的一半 就是大家最喜歡長度 所以這個真的 真心推薦一定要買 太時尚的款式 然後很好搭 然後又是有彈力的 好囉 好再來呢 妞兒呢要搭配幾個 就是我剛剛說的 就是我們紅膩系列啊 我覺得你們可以搭配下去的 然後我要先跟大家講一下 還有幾個最佳補貨到的東西 這個是最後一批了 嗯 今天呢 想說小周末跟大家說一下 有看到的人你就買 沒有看到的人就不會有了 他呢 我們現在有準備現貨 因為是最後一批布料了 但我覺得他很可愛 所以呢 還是想說跟大家講一下 原本 有買到這件的 你差點要被斷貨了 你知道嗎 可以配長裙嗎 當然可以 你知道你原本買這一件 差點要被斷貨了嗎 這真的是 妞兒再三肯求請託才有的 然後呢 我先穿我最喜歡 我自己買的 黃色給大家 那賣場上還有 白色跟黃色 好 那這個啊 他就是最後一批囉 我們就準備現貨給大家 但是沒有就沒有了 那他的布料顏色超可愛之外 他因為他的那個 車邊滾邊 我非常的喜歡 然後之前也有介紹給大家 然後你看我的耳環 是不是一鏡到底 還可以戴著他 點點點耳環都可以 然後這個好處是他不小 他很大件 他很大件 所以呢 他比較不會有那種 一定要什麼小尺寸的人 才可以穿 之類的 好 我先講一下 你看他蠻大件的 蠻大件 他的那個 包扣 還有 他細節太多了 有沒有看到捲邊 超可愛的 好 好 然後剛剛有講他有三個 三個顏色 粉紅色 黃色跟白色 好賣的最好還是粉紅色 然後我自己也是粉紅色 我當初就是買粉紅色 放出 這一件有一個好處 是放出來就很好看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呢 這邊有捲邊 下面有捲邊 好因為以往的背心下面都是彩品的 就不會有這個捲邊 然後當然你要放出 我跟你講我先放出來好了 因為我覺得放出來就很好看 有的放出來衣服很邋遢 但是這個放出來我覺得就很好看 扎進去我覺得身材比例會更好 看你自己 好然後呢 肩帶是可以調整的 調整到你自己高低的位置 裡面穿不穿衣服 我覺得倒無所謂 就看你自己 還有呢 還有另外一穿 我綁起來給大家看 非常的可愛 那這個啊 他是一個軟料柔綿 所以夏天穿是非常舒適 跟不會悶熱的 然後就是要特別提醒大家 因為他就是最後一次 補過了 好瘦完就沒有了 所以如果你今天要買東西的話 好那我自己出門的話 我是穿這樣 我是把它綁起來 這樣 有沒有很可愛的感覺 然後給大家看一下顏色囉 登登 顏色就三個色 然後這三個色都是顯膚色白的 所以不太會有什麼膚色黑的問題 包括這個顏色也是 你看他是提亮膚色的 有沒有看到 你看我的手臂他是亮的 然後粉紅色就是我最喜歡 然後他是有點蜜桃粉 所以女生也很愛 好然後白色就是最經典中的經典啦 喜歡這種黑白點的人 你也可以買白色 因為白色很亮 白色很亮 然後剛剛妞兒教大家 其實蠻多種穿搭的 你蠻有喜歡的話 就自己再去購買囉 好 這是要把這個好消息告訴你 好 好 有沒有什麼問題想問妞兒的 然後我等一下要稍微換一下 我的衣服 好 然後呢 他剛剛我穿了三四個穿髮 他可以全部打開來 當成小背心罩衫 好所以這一件啊 當初真的賣得非常非常好 超多百名的粉絲差點被我們斷貨了 所以呢 真的是還好 還好他還能再幫我們最後一批回來 真的是非常非常漂亮 而且他非常非常的軟 好 粉絲我就很喜歡 穿起來就很有朝氣有沒有 好囉 那 好喲 大家有沒有什麼問題 妞兒呢 要穿回我朝氣滿滿的T恤囉 好 今天呢 他介紹了ONI系列 介紹了耳環 介紹了Burber Bride 一大堆 然後我覺得今天ONI系列蠻好買的 然後呢 我要穿回我今天來上班的衣服 有沒有 朝氣滿滿活力滿滿的T恤 然後想問T恤的人 請小幫手貼連結給你們喔 這個T恤送我賣得非常好 而且他我記得他還在專區內 蠻優惠蠻便宜的 好 我們先上班的衣服 做了嗎 我應該要做事 那先上班的衣服 我準備了一個衣服 應該是一個衣服